1989年6月4日,在世界的另一端,另一个共产政权倒台 Hello, 大家好, 我是 Brian 今次《皮毛小知识》就会和大家简单讲一下 波兰如何在8964成为第一个推翻共产政权的国家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我们的频道 《皮毛小知识》主要是介绍由实用 甚至是没有用的冷知识或者流行文化 如果有兴趣不妨订阅我们或者加入会员 Let's get started 位于中欧地区的波兰, 历史源远流长 曾经是欧洲历史上最兴盛、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但近几个世纪波兰好谓多灾多难, 几度被入侵、挂分、亡国 一战后复国没多久又被纳粹党入侵 更是二战中按人口悲励伤亡最惨重的国家 但波兰的恶梦还未完结 二战后又被由苏联所扶植的共产政权铁碗统治 与所有共产极权国家一样, 波兰经历过工人学生运动 经历过无数次血腥震压, 无数政治冤浴 最终是1989年6月4日的大选中大胜 成为了东欧民主法第一个推翻共产政权的国家 我们就由波兰共产政权上台开始说起 二战后波兰东部领土被苏联吞拼 国内政府和选举亦受苏联所操控, 无视国外的流亡政府 早在波兰共产政权上台前已有上百计的反共人士被杀 几万人被羁押 到1948年由苏联所扶植的政党合并为波兰统一公人党 并开始一党专政 1952年改国名为波兰人民共和国 1955年在波兰首都华沙签署华沙公约 加入以苏联为首的华沙公约组织 进一步巩固东欧社会主义阵营 共产政权的统治悲剧《来来去去》都差不多 在以往的几条片里都有提过 大家可能逆身处其中, 所以这部分就长话短说 波兰和一公人党对内对外的政策紧跟苏联 实行计划经济和强硬专制的典型社会主义国家体制 其实在波兰共产政权上台之初 1956年国内已有过大型反政府示威 但随即遭到政府大开杀界, 血腥震压收场 一如所有的共产政权 计划经济导致波兰的经济发展严重滞后 民不聊生, 百物腾归 到1970年因为波兰政府 又突然大幅调高食品和日用品的价格 到12月一场摩大台的大型示威 在波兰北部格弹斯克等四个城市爆发 波兰政府从斯顾忌迅速派出军队 以重型坦克和机关枪军事镇压 最终导致44人死亡 千多人受伤, 超过3000人被捕 这件事为波兰共产政权倒台埋下了种子 之后波兰共产政权进一步扩大铁碗统治 已经人士甚至纯粹表达不满都会受到迫害 很多人因此而被处决 被送到再教育营或者发配到西伯利 到1980年7月在又一波的经济危机之下 波兰政府又再削减工资提高物价 当时在格弹斯克一间造船厂的工人领袖 安娜·亚伦·戴洛维茨被解雇 事件进一步激发工人情绪 到8月中一个在四年前 因为1970年示威发起签名运动而被解雇的工人 莱克·华里莎回到船厂令到罢工 当初只是要求重新聘用安娜和华里莎 保障劳工权益和其他基本社会诉求 但由于恶劣的社会状况 罢工运动迅速蔓延全国 到8月22日以格弹斯克船厂为首的 厂债罢工委员会提出21项诉求 包括恢复因为1970年和1976年罢工 而被解雇的工人的工作 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 释放政治犯 允许成立独立自由的工会 取消党的特权不按党派选拔管理层 保障言论、印刷和出版的自由 保障提出罢工去教堂做礼拜的权利等等 由于在国内受到广泛的民众支持 以及国际社会的关注 在8月31日波兰政府接受这些条件 和罢工委员会签订了著名的格弹斯克协议 9月中以华里莎为首的全国工人组织 团结工会正式成立 这是欧洲被共产政权统治以来第一个非官方的独立工会 更是欧洲摆脱共产统治的其中一大里程碑 在往后的接近两年 团结工会逐渐发展成为社会运动 全国四分一的人口 接近一千万人加入了团结工会 或者它的附属团体 为免政府再次的军事武力镇压 团结工会主张非暴力抗争 运用罢工和其他抗议行动 从几度迫使政府改变政策 不过基于苏联的压力 1981年10月主张武力镇压的时任国防部长兼总理 阿努扎尔斯基接替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 到12月13日颁布历时近两年的戒严令 取代团结工会 包括华里莎在内的工会主要令就被拘禁 逮捕了几千名支持者 再之后的罢工和抗议活动都被一一暴力镇压 当时国际社会纷纷谴责波兰政府声援团结工会 美国亦因此而对波兰实施经济制裁 1982年10月团结工会被列为非法 11月华里莎被释放 12月波兰秘密警察又再一次大规模拘捕过万名团结工会支持者 工会活动被逼转入地下 直到1985年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 改革对内外政策 在之前苏联倒台原因那条片都有提过 戈尔巴乔夫制定的开放和重组的政策 对整个东欧共产阵营松绑 这项改革更是导致苏联倒台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 有兴趣的可以按这里看回 到1986年9月波兰释放大批政治犯 华里莎再次组织团结工会 虽然全国各地的团结工会运动再次陆续展开 但工会成员仍然有受波兰政府打压和迫害 1988年波兰的经济情况变得更加恶劣 4月发生一轮的罢工浪潮 到8月政府宣布愿意谈判 当时工会中的谈判派和反共革命派出现分歧 最终在华尼莎领导下的工会决定以和平方式进行谈判 1989年2月至4月 波兰同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等的反对派进行原策会议 达成了团结工会正式合法化 国家改行总统制和议会民主制等的重要协议 并在1989年6月4日举行大选 尽管这不是完全民主的选举 众议院460个议席中的6成半 就预先由波兰同一工人党和它的附属政党所获得 剩下的才由民主选举产生 最终团结工会在选举中出乎意料地赢得 剩下的所有三成半的众议院议席和99的参议院议席 波兰同一工人党的附属怀里政党知道大势已去 也度过靠拢团结工会组织联合政府 选举结果直接产生出共产政权执政以来的 第一个非波兰统一工人党总理 12月29日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 改回国名为波兰共和国 1990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宣布这个党停止活动 在波兰执政42年的共产政党解散 同年12月华里沙高票当选波兰总统 而1989年6月4日的波兰首轮大选 就促成波兰成为了欧洲第一个推翻 共产政权一档专政的国家 为东欧民主化结开序幕 另外补充几点 波兰的成功还有很多外在因素 例如苏联自古不下的国内政治问题 同时期的波罗的海三国 古克兰等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分离活动 再加上外在的经济因素等等 另一个就是来自波兰的时任教中若望保禄二世 天主教的支持也被认为是波兰 以至整个东欧民主化成功的其中一个重要外在因素 最后虽然波兰已经推翻共产政权超过30年 但去共产化追究波兰统一工人党所犯下的罪行 和修正共产政权42年执政议来所犯下的错误 至今一直仍然在进行 倘若剩下来的共产极权国家能够劫后重生 修复文化的工程可能更艰巨更漫长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这个题目我很久之前已经想做 其实我是预计到这条影片的view数会差 但最终都是决定做了 老土点都要说句 波兰推翻共产政权的路途很漫长 牺牲过很多人流过很多血 亦都失败过很多次 但时机一到 在本土和外在因素的配合之下 成功只需要一次 Anyway 如果大家对世界另一个角落 成功推翻共产党的另一个六四事件 有什么看法 或者资料上有什么补充 都请在下面留言和大家分享 希望你喜欢这条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条影片都OK 就请你按一下like share出去 订阅这个频道 同时按个钟仔 或者加入做会员 多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为你带来 另外的皮毛小知识 大家保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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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